菜类有哪些种类? 菜类按食用器官分类 可分为根菜类、金菜类、叶菜类、花菜类、果菜类 根菜类蔬菜常见的有胡萝卜、甜菜、大头菜等 金菜类一般有竹笋、榨菜、甘蓝等 叶菜类蔬菜比较多见的有青菜、萝莓、包菜等 花菜类蔬菜通常主要有花菜、菜苔、盖兰等 果菜类蔬菜较多的有茄子、菜豆类、瓜类等 蔬菜是只可以做菜,烹饪成为食品的一类植物或菌类 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中必不可少的食物之一 蔬菜可提供人体所必须的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物质 蔬菜适宜存放的湿度为85%左右 存放蔬菜时,可选择较薄的保鲜袋 将新鲜完好的蔬菜放入保鲜袋 并用针在袋上扎6个小洞,然后将塑料袋封口 在冰箱内用适宜的温度存放 收双